1975年3月 越南人民军开始对驻守在县港的美军 开展了大规模的攻击行动 而担任此次任务的主角 正是伪装成为当地军民的北越游击队员 他们神出鬼没 无孔不入 打得美军和伪军晕头转下 兵法讲求虚虚实实 实实虚虚 能够很好伪装自己的武装力量 能够给敌人以致命一击 蒋介石对此也是心知肚明 他决心组织一支不受美军制约的特种部队 以反攻大陆 为此他是煞费苦心 从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守军里 精心挑选出一批精兵汉将 来实现他的宏图伪劣 那么这批军中骄子 究竟是来自大陆哪个省呢 为什么他们的出现 连美国人都倍加敬佩 积极借用呢 精彩内容正在播出 我刚刚讲过了 第四总队 他的战力最好 美国知不知道 美国知道 那蒋经国也让他去看 蒋经国呢 跟美军协防司令 叫史奈德将军 史奈德将军的回忆录奖 他说有一天他在蒋经国的陪同之下 坐了飞机大概两个小时 在一个地方降落以后 又搭车差不多两三个小时 然后到了一个地方 很多人认为 这个就是台湾现在的古关 其实是错的 其实他在新竹县尖石乡 那个地方叫做鸟嘴山 就是人民公社的地方 史奈德进去以后 他发现 那里面所有人穿的衣服 都是什么 共军的服装 共军的兵器 共军的语言 然后他说他们讲的话 讲的不是普通话 各位想想看他讲什么话 他也不讲闽南话 他讲的是正宗的广东话 那这些正宗的广东话 各位晓不晓得 三分之二的以后要派到东南亚战场的三分之二 全部都是广东人 都是广东什么地方 雷州半岛旁边的人 雷州半岛一方面 他接近中越边界 另外一方面在越南 在高棉 就是柬埔寨 在老沃 甚至于缅甸 广东人很多 所以他专门精挑续选三分之二 都是雷州半岛籍贯的 他的籍贯在雷州半岛以西的地方的人 那个地方民风嫖汉 然后那个地方很多人 广东人是干什么 彩珠为月 就是那个珍珠 所以他们水下功夫也很好 这批广东人因为他战力很好 然后广东人 他有个特性是在战场上是非常团结的 所以蒋介石只要求这些广东部队 你们就给我去控降广东 况且蒋介石给他一个特权 就是说你们在台湾除了杀人以外 你们在台湾犯那个什么犯法 他都会选择原谅 但是会处罚 但是会选择原谅 就是罪不自死 你由此可知 就是说台湾的特种作战精英里面 为什么广东人那么多 原来是跟他的地缘政治 原来是跟蒋介石在广东待过 那更重要的 他是广东人对东南亚的地形地物地貌 是了解最多 而且广东人在东南亚 他的社群最多 他的社团也最多 这也是蒋介石 为什么第四种队 都是广东人当家的原因所在 史耐德就是看了以后 写了一封报告给甘乃迪总统 美国甘乃迪总统 说这一批部队的战地精良 甘乃迪一听 就命令特使告诉了蒋介石 说能不能动用那你这支部队 蒋介石精挑细选 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选了雷州半岛的广东籍的部队 到了什么地方 第一个到胡志明小径 那胡志明小径是三个国家 第一个越南 第二个是老沃 第三个就是高免柬埔山 他为什么先要选定胡志明小径 而这些特战部队 他在甘纪 他在旱纪的时候 他不出动 他都是雨季出动 他雨季出动 他必须要潜伏在那个地方 各位晓不晓 他潜伏在那个地方 他要射什么东西 射一种叫做什么电子浮标的东西 他都把它插在地上 然后沿着胡志明小径 大概每隔数公里 他放一个浮标 他放浮标的目的那是什么 它是一个电子震动 当人通过的时候 他能算出多少人 当动物通过的时候 他能算出动物多少人 然后当所谓军队通过的时候 他也能算出军队多少人 那最重要的是重装部队 要缓慢通过的时候 他就马上知道 观察好了以后 马上划定坐标 透过无线电通知 但是美国的B52型轰炸机干嘛 轰炸胡志明小径 每一次轰炸完 他浮标就换一个 一直到1972年 蒋介石跟蒋经国觉得不对 越南败向一路 况且越南南方政权 北方政权跟美国在巴黎 就是谈巴黎和会的问题 那蒋介石才在1972年 完完全全的宗旨 说这些特战部队 那我必须我要撤回来 因为一旦巴黎和约 你签订以后 美军你要撤军了 那台湾留在那边毫无益处 所以这一些特战部队的人 才陆陆续续的回到台湾 怎么解 我看来 我看来 我看来